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登山用品到运动鞋 篮球鞋 甚至帆布鞋 短短150公尺范围内就集中了8家 也被誉为渔家界LV支撑的加拿大品牌 台湾一号店也选在同一条街插旗 看拳逛街独群平均消费力高 负担的起高单价运动商品 让这些品牌顶着天价电租也甘愿过来打打广告 不管是渔家健身房 他们的客群应该通常都是选在上班族以上的人 那消费能力才有到 基本上现在东区我看到很多都是旗舰店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应该都蛮大的 他们的营运面积都很大 所以在租金的部分来说的话 确实都是一个天价 那当然也比较不容易去cover到他的一个 就是实际上的一个房租的支出 那当然广告效益的部分也许是考量比较多的地方 品牌大家都有 要怎么变出新玩法 百货抢运动才做出市场区隔 集结运动周边产品规划出专区 靠群聚效应拉抬业绩 运动意识抬头 品牌如雨后春笋展店 不怕重复性高 只怕开远了就难瓜分客源 记得林英伟 李佩萱特报道